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面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 那上次基本上啊 我們有一個關卡一直還沒有打掉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小小貓大試煉喔 那上次基本上我們就是玩到最後一關 才知道原來還有一個最後一關 然後裡面是有我們這個 小小的這個戰鬥貓 跟我們這個小小的這個強貓喔 然後 上次我們基本上是有先用一套隊伍打 但是沒有打贏 但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有跟我提到一些方法跟建議 大家是推薦就是用聯組 然後可以用一下就是我們拉麵王的這個研究力聯組 然後直接打一波過去 然後再來就是呢 因為我們上次也是算是有撐到不少的這個局面嘛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話應該也是可以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們這邊就帶一下研究力聯組 然後這邊的話研究力大的話呢 這邊是可以把小蛋丸也帶上的喔 然後上次有看到的觀眾留言說就是小蛋丸好像 那個什麼狼霸 好像這個什麼 就是狼的那個 我不知道他是狼霸還是什麼耶 就大家好像說他是狼霸 又會說是那個什麼狼女那個狼媽 所以有狼霸又有狼媽 那你們覺得他到底是狼霸還是狼媽呢 不知道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就帶上這個 狼女好不好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另外一個這個吧 覺醒的這個米凱與米爾斯吧 這隻的話 不知道是狼霸還是狼媽 還是其實你們有講說其他的 我不知道好不好 這個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然後 現在來說因為這關卡你只能出就是 是一叉跟稀有的角色 所以要打的話 也沒有到就是 正那麼容易 然後有人跟我講說可以帶上那個 帶子貓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一叉跟稀有 然後無屬性敵人帶子貓走起 帶子貓的話 他是一個 擊退 然後又可以打 好像還行 然後 有人跟我說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紅色敵人 因為裡面還有紅色敵人啦 紅色敵人好像用我們就是那個 飛腳貓就足夠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重新調整的陣型 有沒有機會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量產的 這個拉麵王看一下 應該是還ok的吧 好研究力大再加上我們這邊的這個 錢包到9000 我們先 先把這個錢包再繼續往前進 然後這邊出一隻狼女 飛腳貓走起 攝影師貓貓飛腳貓走起 然後能夠把這個犀牛給打死 應該一切都好說了 好可以 然後帶子貓 來了 這個是我們的狼媽跟狼女一起出擊 不知道這個到底是狼爸還是狼媽 聽說這隻也不錯好不好 這樣子 雙隻這個狼系列開扁 好像還行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因為 帶上了這個 量產系的這個研究力聯組 所以我們連小蛋丸 上次我們要出的這個小蛋丸 我們也可以出 那主要來說這邊的話就是增加我們這個 拉麵王跟就是那個 攝影師貓包這幾個坦克的這個呈現能力 感覺起來好像還蠻ok的 所以只要在這之前好像就是 快速的把這個 強貓打死 是不是打那個戰鬥貓就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而且我們這邊 帶子貓是不是 還在嗎 我不知道耶 但是我們這邊 一切果然沒有像我們想像中那麼順利喔 戰鬥貓登場了 趕快把加速關掉 那後面的話基本上就是會一直出這個 臭老兔跟那個貓頭鷹 那貓頭鷹我們這邊的話 陣型來說就是超級多這個 攝影師貓包的所以感覺還行 然後現在就看一下 狼女只要有順利的一直在擊退 這個陣線好像是可以穩定住的喔 果然好不好 這邊有大哥跟我講說 反正以後不管怎麼樣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關卡 拉麵王這邊就是 永遠藏住的這個研究力連組就對了 但有時候啊 我記得之前這個套路 我好像就一直都記得 然後可能就會說 那你為什麼不用 我就不想讓關卡變這麼簡單 然後大家說 你都已經打不贏了 你還想讓關卡變更難嗎 沒有喔 我有時候就會這樣子喔 因為畢竟因為 我的這個帳號 跟大家的帳號就是差蠻多的 我的這個就是 就是課金帳號 裡面就有一大堆就是那種 很好用的那些 超級貓貓或是怎麼樣 就是很多都是超級輾壓啊 不然就是我們的輾壓 所以 那打起來就很不夠意思啊是不是 我全部都用那個藍眼睛 或全部都用就是 必勝隊伍來打 好像就不是那個意思 然後大家就會說 傻眼 哲平 你連關卡都打不過了 你還想要讓自己打個難 我之前的想法就是這樣子啦好不好 所以我玩貓戰基本上就是比較 隨興 然後就是看一下就是 能盡可能不用用大家的招式通關 就盡可能不要 除非就真的逼不得已 就像我們這個關卡 我們已經打過好幾次了 那 是時候該通關啦 那就是時候該聽大家的話了 大家說什麼 我們就應該要去做 看一下我們現在研究力搭起來之後 整個就是 陣型的穩定度就很高 而且我們這邊的這個 兩隻狼女跟小彈丸 都沒有死喔 都沒有死喔 所以加上這個研究力連組 就整個就差很多了喔 所以這個真的是 好不好 標配 喇麵王的最佳夥伴好不好 這個 喇麵王的這個諸葛亮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如魚得水的這種概念 你只要把他配上這個研究力連組 你就可以讓喇麵王就是 開開心心的 不斷在前面撐線 那撐線之後的話 我們這些就是比較偏中遠距離的這個輸出 就不會被這個敵人給打死了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 繼續努力的就是往前進這樣子 沒有問題 解放LV60 這大概應該就是我們這個 小小貓系列的最後一關了喔 那你要解放我們小小貓的話 大概就是要用我們的這個 招補轉彈券 瘋狂的一直去轉我們這個小小貓 然後讓他們就是等級變高 那有時候基本上有一些關卡 用這個小小貓扛的話 應該也還算是不錯啦 所以大家就可以來打一下 加LV的上限解放 沒有問題 感謝各位的這個研究力 這個安排 這個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打一下 我們這個 晚上9點必須行攻勢 真傳奇關卡繼續刷刷刷 那上次已經打完那個 流放度假村了 今天就要來看一下 毛皮天婦羅 這個是第二個關卡 然後上次我們是用這一套耶 哇 對面是跟我們有多不爽啊 我們直接用三隻藍眼睛耶 要求 我先看一下這隊是什麼好了 我們不要用藍眼睛 這隊是天使的 變慶 好啦 我們今天讓變慶休息一下啦 看一下 還有我們一些好玩的角色 天使敵人的話這倒感覺可以耶 因為有龍弓獸又有那個 又我們就是那個大地藏 大地藏開轟一下 來來來 沒問題 大地裝5900 他沒有帶上那個連組喔 我們這邊的這個錢包就拉了一大截了喔 就有時候啊就是 玩遊戲啊 雖然通關是一個點 但是因為我畢竟是在錄這個遊戲的這個系列 我還是希望就是可以錄到一些就是 滿不一樣的遊戲的畫面 不然大家可能玩的這個畫面都一樣 那就 就 就滿可惜的 而且 貓戰還是一款是 就是 算是比較少數可以這樣的遊戲喔 因為 很多遊戲他們就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出到最後面 XD 有些遊戲就是出到最後面 你就是只能就是把那些新角色抽出來 因為 基本上Meta就是那幾隻角色這樣的概念 但是貓戰是 比較特別的 他不會需要是這樣子 哎呦 混了一隻白龍賭 又換掉 他不會需要是這樣子 所以 你就可以用一大堆就是 以前的一些東西來打 那你就會覺得 instill 好像蠻有趣的這樣子 就是任何的方法都可以搭啦 這也就是我就是亂玩貓戰的主要的一個方面 那你要把他聯想程式比較懶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比較有趣 因為我不想跟別人打一樣的 打一樣的就不用到處去看別人的影片啦 就看一個人的影片就好啦 大家就看七大的影片就好啦 七大那邊是完美最佳攻略 那個就看一個人表演就ok了 那我們這邊就盡可能看一下 能不能刷到白癡然後把一些貓貓弄好 所以吸收薪資是一定要吸收薪資的喔 但是有時候就是大家的方法喔 絕對就是比較偏向於一個唯一解 就是最好的解嘛對不對 就像比如說好你打這個關卡 波動生物就一定帶章魚狐貓嘛 因為章魚狐貓他就是抗波動嘛 然後幹嘛幹嘛之類的對不對 那偶爾就給他來一下就是 欸我們今天不玩章魚狐貓 我們來玩個初音這樣的概念 他也是可以的喔 那這就是貓戰最好玩的一個地方 他不會限制你就是你一定要幹嘛的 呵但是 重點就是 這邊會一直輸 好啦這關應該 帶給拉麵王 白癡喔又來了 我每次講這種話大家又要開始那個 那個 噴眼淚的那個 那個表情符號了 噴眼淚扶額頭 沒有啦我是希望大家就是 知道這些事情可能看哲平的影片就不要這麼煩躁 因為可能有些人是進來想要看就是 要通關了這個畫面 結果哲平都 都沒有辦到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我覺得這樣還滿白癡的 今天又開始在耍白癡喔 來那我們這邊拉麵王 先出個龍弓獸好了 龍弓獸還是比較偏坦 因為前面還有幾隻那個 一般性的敵人啦 還是要先噴死 好 這套應該是自己拿來打那個黑色敵人的 因為有帶那個 有帶那個炸彈貓 天使小雞 瘋狂暫停 我們這邊好像只要把那個 蠟腸犬圈擊殺掉應該就OK了 好喔好喔 這個應該滿有機會叫出大地籠的喔 讓我叫一下大地籠好吧 不要那麼小氣 來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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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感覺怎麼好像沒有打到那個天使雞的感覺 龍光燒我覺得 沒錯 跟我所想的一樣 我想說他就再被打一下就要爆了沒錯果然爆了 完了這一下 起碼也要把那個天使雞或者是那個 浪浪犬犬噴死 天使雞也太多了吧 喂 毛皮千婦羅裡面放這麼多雞肉喔 哇好像噴不死欸什麼意思 完了 哈 噴不死你敢信 怎麼可能大地藏欸 有比較流量的感覺喔 大地藏欸不開玩笑欸 避個地藏欸怎麼輸 快快快快快噴噴噴噴噴噴噴 哎唷完了 哎唷噴噴噴 不是那個臘藏犬犬能不能死一下啊 哇死的是我 GG 好啦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打完了這個 加60這個 欸什麼 加60這個小小貓進化啦好不好 大家如果 還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法 有歡迎就是分享給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貓戰的這個攻略的方法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種喔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尋求一個最快的這個維一劫的話 其實網路上非常非常多答案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難得有一款遊戲可以讓你隨便亂玩 我覺得真的是 可以來 試試看呀 貓咪大戰真的魅力 就是如此囉 好那我是喜歡拍攜家囉 大家 掰掰啦 我們已經在與他們無法的意見 我們已經沒有譜貜了 verw了一下 喔 我們也沒有辦法 現在已經沒有了 對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也是有名的 我們夠不見 但是我們沒有了 我們可以從這裡 從這裡 我們來 我們下一個